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造字符号就是用允许的允组成的 你们看 把允字下面的儿子两笔缩短变成两点 变成了允字的变形 下面加个代表腿脚走动的折纹 就组成了一个群字 群是通过经过穿过的意思 比如说经过一座桥 穿过了一个洞 或是通过一座城门等等 不过这个字很少单独使用 只是用来造字的 群 七云群 造字符号群 群 用群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有的与群同运 有的与群的读音相近 大多都有通过穿过的意思 人们经常把才华出众的人 称作俊杰 这个在戏曲舞台上常见的红脸长须 身披绿甲的人是谁呀 是关公 对 关公英勇无比 忠义双全 被称为五圣 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 堪称人间的俊杰 因为是人 所以用丽人做旁表意 又因群 俊 孕母相同 所以用群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俊杰的俊 读四声 俊 俊还用来表示才智过人 或者是容貌美丽 比如俊世 俊美 俊俏 英俊等等 俊 积运俊 俊杰的俊 俊 下面我来讲讲山 山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有的坡度平缓 有的挺拔俊俏 看哪 这可真是山高万刃 直入云端 悬崖峭壁令人却步 既然是山 自然要用山字做旁表意 也因俊 俊同运 所以用俊表示读音 这就是俊俏的俊 俊的意思是指山高而斗 比如险俊 俊岭等等 另外 俊还用来表示 社会生活中事态的严俊和情势的紧急 比如两军作战 敌军兵临城下 而城内却兵力薄弱 物资匮乏 这就叫行事严俊 此外 这个字还用来表示严俊 比如说 严行俊法 行法严俊 冷俊等等 都是这个俊 俊 山字旁俊 俊俊的俊 俊 俊俊的俊 还记得这是谁的塑像吗 记得这是大禹的塑像 对 大禹治水的故事 家喻户晓 富如皆知 在四千多年以前 滑下大地 洪水为患 百姓苦不堪言 在大禹之前 多是采用堵的办法 但屡屡失败 大禹治水 则用疏俊之法 也就是把洪水 引到大江大河 乃至大海里去 因为是疏俊洪水 所以用三点水做旁表意 又因俊字有通过的意思 所以用俊兼表读音 就是疏俊的俊 也读四声 俊 三点水俊 书俊的俊 俊 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 念迅 迅献的迅 这里山清水秀 美景如画 原莫明初的大作家罗冠中 所写的传世之作 三国演义 据说就是在这里 最好完成的 老爷爷 迅献在什么地方 在现在河南 贺比市一带 迅 西运迅 迅献的迅 迅 迅献的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迅献的迅献的迅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迅献的迅献